请注意,前方高能,这绝非特效 而是绿路的一项绝活 凭着尖锐细长的例会 以及那伸缩自如的长脖子 绿路时常可以在出其不意的位置捕获猎物 但这其实并不算什么 懂得用耳钓鱼才最令人叹服 那么绿路的生存技能到底有多强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绿路俗称打鱼狼 是一种体型较小的射筋 体重不超250克 体长约48厘米 听上去体型还不算小 不过单脖子就占了至少一半的体长 通常情况下 绿路的脖子都是自然缩回的 由于脖梗处的羽毛厚密 加之特殊的颈骨结构 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宛如一只长腿尖嘴的大麻雀 只有在捕食期间 绿路才会将脖子伸出来 它们眼神锐利耐心极佳 时常一动不动站在水边 等待过往的鱼虾 一旦有猎物游过 就会迅速伸井着之 偶尔也会挥斥一头扎进水中捕食 也为伸手训解 绿路的捕食成功率非常高 而伸缩自如的长脖子 又总能令一些飞虫防不胜防 但对于这些略显死板的捕食方式 绿路并不满足 于是又进化出了用耳钓鱼的捕食技巧 昆虫 姜果 面包蟹等都可当作诱饵 它们先叼着诱饵来到河边 然后慢慢抛出诱饵 如果没有猎物上的 又或者来的猎物体型过大 绿路就会把耳收回再重新抛出 有时甚至还故意在水面闹出点小动静 直至看到小鱼上钩 便趁机将其捕获 这类抛砖引玉的捕食手法并非个例 几乎每只绿路都有掌握 是鸟界终极少数会使用工具的鸟类之一 不仅掌握用耳钓鱼的本领 更重要的是 绿路还懂得量力而行 对身前活蹦乱跳的大鱼看都不看 只带一条适合自己的猎物出现 量力而为 活得清醒 这才是真的聪明 绿路现存26个亚种 广泛分布于亚洲东南部 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 喜欢栖息于山间溪流 湖泊或滩土等地 环境适应能力极强 繁殖频率也很高 繁殖时间因地而异 但每年都会进行繁衍 每次产卵4到5枚 孵化成功率在90以上 因此即使在生态破坏严重的当下 绿路的数量依旧保持良好 在世界各地几乎无微 由此可见 绿路的生存能力有多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